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另一个方面 柏拉图也企图在他晚年的一些著作 一些对话篇里面 企图对那些哲学范畴进行一些整理 特别是把这些哲学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 想把它梳理一下 因此可以说在这些著作里面 比如像巴弥利德篇 像智者篇 在这些著作里面 柏拉图比较细懂的这个阐说他的辩解法的思想 那么我们昨天讲的呢 在巴弥利德篇里边 柏拉图已经指出来了 一个概念 既是他自身 同时也意味着他的对里面 一和多 这样一种关系 是吧 我们说一既是一 同时他也蕴含着多 因此呢 这样一来呢 就陷入了一种所谓的直接的矛盾之中 一和多啊 陷入了一种直接的矛盾 是吧 我们一个方面说一是一 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说一实际上又可以推出 它就是多 这样就现成一个对立 但是在巴弥利德篇里边呢 柏拉图还没有找到一种方法 使这种对立的两端能够统一起来 他已经感觉到了 他已经意识到了 这一点是他比巴弥利德 比资洛这些埃利亚学派更高明的地方 是吧 因为他意识到一同时也就是多 是吧 一和多不是两个不同的 皮脂不相干的 外在性的这样一种对立关系 而它是一种自身的对立 一它既是一 它又是多 同样 我们用这样概念 我们同样也可以说存在 非存在之间也可以存在这种关系 当然 在这一点上我们就说 我们 这刚刚上课 就这一点而言了 我们说柏拉图晚年呢 他涉及到的一些概念 可能是在对他早年建 以及他这个一生中建立的理念论的体系 本身具有一种颠覆性的作用 所谓我们也讲的了 事实上他自己也感觉到了问题 但是作为一个理论家 他花了一辈子心血 建立了这么一个理念论 他是不可能轻易地把它颠倒过来的 不可能把它颠覆的 因此呢 即使发现了问题 那也只能让这些问题继续存在 同样呢 我们说早期 他在他 我们讲他理念论的时候 很清楚 存在就是存在 非存在就是非存在 是吧 然后存在和非存在 结合在一块儿构成了一个感觉事情 是一个既存在又不存在的事情 是吧 但是呢 按照柏拉图晚年的观点 实际上这个存在与非存在之间 一和多之间 没有那个什么严格的 精卫分明的一个界限 而任何一个概念 他完全可以从辩证的角度来看 完全从辩证法 就是理念和理念的关系来看 他完全可以推演出他的对立面来 就像我们昨天已经跟他一言似的 一一样 是吧 从一这个概念里边就可以一言似多了 同样 这一类的 带有一些诡辩色彩的 实际上是辩证色彩的 这样一种推演 在任何一个概念上我们都可以这样一种 是吧 那么这样就意味着 他过去的那种 严格的划分 比如一和多 存在与非存在 动和劲之间的严格划分 现在在他晚年著作里边就经不起推交了 所以这个实际上我们说 一个指挥家 一个思想家 他自身的思想本身也是不断的发展 发展到一定时候 可能会导致对他 早年或者他一生中建立的整个体系的一种颠覆 完全可能是这样 这个我们在历史上 可以见到很多这样的指挥家 他们的晚年的东西 实际上是对他们早年 甚至对他们成年时期 成名时期的这种思想的一个根本的颠覆 那么柏拉图我想也是处在这样的情况下 因此呢 在柏拉图在他晚年的巴弥利德片里边 他就已经看到了这样一种对立 而我们再一次强调 这个对立不是说一和多 存在与非存在 动和劲的一种外在对立 而是同一个东西 既是自己又是自己对立 是自身的分裂 是自身的对立 是吧 我们从昨天分析的一 他既是一 他又是多 他又不是一 是吧 因为他超出了一 无论说一是一 还是说一是 都已经不只是一了 是吧 都已经是多了 所以从一本身这个概念 就已经分析出他的对立面来了 那么这样一种对立 当然会使作为指挥家的柏拉图 感到非常苦恼 在巴默利德篇里面 他看到了这种对立 但他没办法解决 但是到了他最后一部著作 就是自责片里面 他就提出来一种解决方法 就在这种对立之中达到统一 这个统一是通过什么呢 是通过一个第三者来实现 我们昨天最后讲过这个 是吧 一个第三者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 我昨天最后跟大家讲 实际上在柏拉图这个地方 当然已经有了 后来两千年以后 黑格尔的一种端序 已经有了一种思想的端序 已经有了一种思想的源流 这个思想的端序和源流 表现为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所谓的一二三 并不是彼此外在 他就是自身 他就是他自己 是吧 他自己发展出他自己的一个对立面 然后再把他自己和自己的对立面 在一个更高的第三者中达到统一 而这个第三者 事实上经过反思以后 我们发现 他还是他自身 与其说是一个第一者 第二者 第三者 还不如说是同一个东西 在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第三个阶段 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 这种当然 我说这样一种 比较精辟的思想 柏拉图那个地方 当然没有密切表述 我说了是两千多年以后 黑格尔是这样来表述 因此这样一来 你把过去 当你没有达到一种深刻的反思以前 你看就是一种外在对立的关系 事实上 你要经过深刻的反思 你发现 他只不过是自己和自己的对立 自己产生出一个对立面 来和自己对立 然后又在一个第三者 实际上一个更高的 自己存在的状态中 这个第三者 就是自己存在的更高状态中 然后扬弃掉这个对立 然后重新达到统一 然后再分裂 然后再扬弃 再分裂 再扬弃 这样就构成了一个肯定 否定 否定之否定的一个三代讯 三代讯 所以这些思想 当时黑格尔的地方是很精确的表述 但是柏拉图这个地方虽然没有 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 这个第三者也不是一个与这个第一者第二者毫无相关的 完全彼此外在的关系 事实上他也是有着一种内在的联系 只不过柏拉图还没有很清楚的把这点表述出来 因此呢 柏拉图在制者片里面解决这个内在对立 解决这个一和多这样一种分裂 当然我强调是一种内在的对立 而不是彼此相关的一和多是两个不同的东西的对立 而是一本身就是多 是吧 这种内在对立 那么柏拉图在制者片里面解决这个方法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说了就是动的第三者 第三者 那么这个第三者实际上我们就是有一点变成法的 那个对立统一的一个意味了 比如说我们书上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我们就说一和多 是吧 动和进 动和进过来是对立的 是吧 但是动和进呢 它都是存在的东西啊 它都是一种存在啊 动也是一种存在 静也是一种存在 因此动和进可以在一个更高的概念 这个概念就叫做总 是吧 这逻辑学后来到亚历数字上呢 有总数学书啊 那是逻辑学的 叫做总 总呢就是一个更高的概念 是吧 也就是说它的外延更大的一个概念 它的内涵更简单 更普遍性的一个概念 这个总中间就达到什么 是吧 那么就是说动也好 静也好 它都是存在 因此动静都可以在存在这个概念中 这个理念里面达到统一吧 是吧 所以这样就有通过一个第三者 把动和进的对立就统一起来 同样 一和多也是这样 我们说一不是多 多不是一 是吧 那么一不是多 多不是一 不是什么 不是就是非存在 因此在非存在这个理念里面 一和多也就统一起来 是吧 彼此都是对方的非存在 是吧 都是不是嘛 不是就是非存在的意思嘛 是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么通过一个非存在的概念 就把动和进 把一和多也统一起来 同样动和进我们也可以加速 是吧 因此呢 在这个地方呢 选择好像是有点像变弃法一样 是吧 是在玩这个语言游戏 搞概念游戏 确实是这样 编证法最初它就是语言的一种游戏 是吧 就是对语词的一种分析 这个分析就带有逻辑很自然 所以最后逐渐发展出一种逻辑来 是吧 因此呢 柏拉图在他晚年自责片里面的这种统一 实际上是通过一个第三者 来把另外两个对立的东西 实际上也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对立 同意起来 当然我们说了 柏拉图并没有意识到这个第三者 实际上就是自己 是吧 是自己发展的更高阶段 他没有意识到这个 所以我们说那黑格尔呢 确实两千年以后的人 那水平当然就更高 是吧 他很清楚知道 这个所谓的第三者实际上就是自己 是吧 所以我们昨天最后结束以前 我跟大家说 按照黑格尔的说法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概念 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不断地分裂 不断地产生出自己对立面 然后再不断地洋气 克服自己的对立面 打个新的统一 是吧 那就上升一个新的阶段 然后再发生分裂 所以这样世界就呈现出万世万物来 是吧 这种观点固然看起来好像有点神秘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我昨天举的例子 无论是生物 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 还是我们说有机体 生命 是吧 甚至整个世界的无机物 我们发现确实从某种意义上 好像也是从某一个点开始 是吧 他都是这样 他自己分裂出来的 不断地自我增长 是吧 所以这种方法呢 我们说 以后啊 我们讲的亚历斯多德 我们还要谈到 这样一种方法叫什么 叫有机论 有机论的这种方法论 我个人认为是比 在亚历斯多德以后出现的 那个机械论 或者是在亚历斯多德以前 德伯克利特所代表的 机械论水平更高 有机论 它是讲一个生长 机械论是一个 纯粹的外在之间的关系 推动 是吧 机械论它是一个外在的作用 而有机论是讲一个 讲一个生长的过程 这个生长的过程 实际上更 比那个外在的之间 那种机械的关系 更能够说明 我们这个世界 万事万物运动的原因 是吧 更多的是生长的 而不是那种推动的 不是有外在的 是吧 所以我们说这个 当然我们把它放一点 以后讲压力 所以我们还讲到 那么这个呢 就是我们说 柏拉图的 变质法 所以这里边就已经包含了 我们后来 现在我们比较熟悉的 从马克思主义呢 学到的 是吧 比如对立统一啊 是吧 就是否定的观点啊 这个东西当然就比较 都是从这里边就出来了 是吧 因此我们说 如果说在 最早在海利亚学派 在巴米尼德 在资洛那个地方 变质法 还是一种纯粹的诡辩 而这种变质法 是一种极端的 是一种走极端的一种做法 比如说 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存在就是存在 非存在就是非存在 是吧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到了 柏拉图这个地方 变质法 逐渐变成了一种 全面的 综合的 对立统一的 就这个意义 我们可以说 变质法到了 柏拉图那个地方 就从一种 消极的变质法 转变为一种 积极的变质法 是吧 这种积极变质法 就颇类似于 我们同学 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里边 所学的 那个变质法 而不是像 古希腊的 纯粹是一种诡辩 是吧 只抓住一点 而不计其余 是吧 不是这样 是吧 所以我们说 变质法 本身上 古希腊 有个变化 到柏拉图 也可以说 达到了一个顶峰 达到了一个 很高的水平 是吧 那么关于柏拉图的 哲学 最后一部分呢 就是他的理念论 是吧 下面我们就来讲讲 他的理想国 就是他的理想国 下面呢 我们最后来讲讲 他的理想国 柏拉图的理想国呢 当然也就是 我们说 跟他的认识论 跟他的本体论 是连在一块的 也是连在一块的 因为大家想 他记得在本体上认为 世界从根本上来说 是理念 是吧 这个感觉世界的 万事万物 具体事物 只不过是对理念的模仿 这是他本体论 那么他在认识论认为 只有对理念的认识 才是真理 而对感觉事物的认识 那只是意见 是吧 那么同样呢 在他的这个 一个现实的政治学说 因为理想国 是他的政治学说 是吧 那么在他的政治 伦理学说中间 他当然就会有 这样的观点 就是 就是那些 掌握了真理的人 认识了理念的人 当然就应该 成为人上人嘛 反过来 那些沉溺于 感官世界之中的人 是吧 那些没有能力 去认识理念的 没有能力 去把握真理的人 当然就应该 受人统治 是吧 那么这种思想 实际上我们说了 当然也是受 苏格拉底的影响 是吧 我们说 苏格拉底 把善的东西 和真的东西 统一起来了吧 认为知识即美德 或者美德即知识 是吧 那么真和善 这两个东西 本来不是完全对应的 或者不是完全同一的 完全协调的 但在苏格拉底呢 才开创这种观点 我在讲苏格拉底的时候 我曾经也跟同学们讲过 我说实际上 到后来的基督教里面 就出现另外一种观点 是吧 就把知识和善了 知识和美德 分开了 知识和善分开了 是吧 当然这个真是认识上的真 不是信仰上的真 那么 就是说你认识上的真 并不是善的 善的东西 是一种信仰上的真 因此你有知识 可能下去行 才才不会导致美德 才相反 可能导致行 是吧 因为我们说基督教的 伊甸园的故事 就是吃了知识之国 所以变邪恶了 是吧 所以他就正好 是个相反的观点 但是呢 我们说这个时候 基督教到柏拉图的时候 基督教还没产生 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弟子 他当然身受 苏格拉底一种 实际上的影响 因此呢 他不仅继承了 苏格拉底那种 把知识和美德 真和善 统一起来做法 而且他还把 真 善 与权力 统一起来 在理想国里面 实际上就是 他实际上 把苏格拉底的思想 往前推了 就是不仅是 掌握真理的人 同时在道德上 就是至善的 而且呢 这些掌握了真理的人 在道德上至善的人 也应该成为 国家的同志者 也应该占有权力 这是他理想国里面 的一个基本的事 是吧 这种思想啊 你说他对不对了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好像 我们这个社会 对这种思想 确实是比较尴尬的 一个方面 我们不得不承认 一个好的社会 当然应该是由那些 治理水平比较高 能够把握真理 同时道德境界 比较高的人 来成为这个社会的 统治者 是吧 或者社会的领导者 我们不叫统治者 是吧 那我们想 但凡这样的社会 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 但另一个方面呢 我们又发现了 其实情况未必这样 一个人知识比较多了 或者说 把握的真理性的东西 多了 他未必 首先他一定在道德上 行为上就一定在 是吧 那么一个人 他越聪明 他知识越多 可能他的心眼也就越多 是吧 他的那种考虑 换师换德也就越多 那么他在道德上 未必就能够站得住脚 这是首次的第一步 其次 如果一个人 又掌握了真理 同时在道德上 也具有很高的境界 但他是否适合于 自己一个国家 那又是一个问题 是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大家可能也习惯于 从历史上我们觉得 政治大凡都是一个比较干脏的事情 是吧 那么就是搞政治人 那大家就是一般就是只讲手段 不考虑为了目标 为了目的 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是吧 是不计手段的 只讲目的 不讲手段的 那么这样一来 很可能就会有损他的道德行为 有损他的道德品质 因此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发现 这三者啊 是很难真正把他协调在一块 而事实上呢 我们真的发现 从古到今 几乎很少有那个 像柏拉图所说的那种 真正的掌握了理念的人 就是哲学家 对吧 因为在柏拉图看来 只有哲学家才掌握理念 艺术家呢 他都瞧不起的 对吧 那是对影子的影子的历史的人 对吧 那么 只有像他这样的哲学家 真正的能够掌握辩证法的 能够把握到理念和理念之间 这种纯粹抽象的关系的人 那当然是掌握真实的人 但是我们发现 历史上这样的人 做王的 做国王的 做统治者的 几乎凤毛铃脚 而且即使有那么一两个 可能把国家治理的一塌糊涂 是吧 未必就能够治理的好 所以我们说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柏拉图在他的那个 理想国和国家篇里面 他写了一本 也是一个作 他的一个著作叫国家篇 在国家篇里面提出的那种理想 就是由一个掌握了最高真理的 掌握了理念知识的 这样一种最具有智慧的人 来统治国家的理想 我们可以说 一直到今天 可能都只能是一种理想 一种虚无缥缈的理想 对吧 一种海事 海事圣楼式的 空中楼格式的理想 对吧 一种理想 那么我们就说 好像很难有这种情况实现 比如说我们有时候开玩笑 就是我们这个 因为这个我们哲学学 经常有时候兄弟元校 直接打交道 比如说黑龙江大学 黑龙江大学 他的校长副校长 都是搞哲学 都是做哲学书生的 所以我们当他们的学校开玩 我们就发现 他们给我们 开哲学会的时候 提供了很好的待遇 干白的非常好 我们就说 这个理想国 柏拉图的理想国 终于在黑龙江大学实现 但是那只是一个大学而已 那还不是一个 一个省 或者是一个国家 对吧 所以呢 像柏拉图后来感叹了 柏拉图本人 我们在书上也说了 最后一点他也感叹了 就是说 除非那个掌握了哲学的人 成为国家的领导 国家的王 或者是国家的王 学了哲学 否则的话 这个社会永远 不会有暗点之一 对吧 那么也就是说 这两种东西要结合起来 但事实上我们说 这是很困难的 所以这样一种理想 柏拉图的理想国呢 我们可以说 一直是一种理想 仅仅是一种 非常具有诱惑力的理想 但是他人口实现 我觉得可能 是很难说的 也许永远都是一个问题 永远都是值得我们追求的 是吧 那么柏拉图理想国 简单的说 这个他这套理论很简单了 是吧 他认为实际上就是说 那个一个世界 一个好的国家 因为他知道 他希腊的国家就是什么 是吧 都是荡满之地 那就是我们说欺骗之身 想往来 老鼠想往来 老鼠也想往来 这样的一个大王之力 对吧 那么这些大王之力呢 统治者呢 柏拉图理想 应该是有一个 有理想 掌握了真理的人 掌握了理念的人 来统治 而且呢 我们说 我们最早讲柏拉图的经历的时候 我们说 他本身也神经未死啊 而且时序忽畜世界 只不过呢 他时运不计 对吧 别人不听他这一套 对吧 他曾经是 第三次跑到 去拉图 西西里老师 去拉图 他认为这个地方 可以使用他的理想国 对吧 哲学王 都理想国 结果呢 但是先后两届 两届国王都不买他的账 不听他的话 所以如果他非常难为 因此他的理想国 即使在他这个时代 也只不过是一种理想 正是因为这样 我们可以使用 他这样的理想国 对吧 他这样国家 别跟我跟我来说 他也叫理想国 对吧 他只是一种理想 那么柏拉图认为 这个理想国很简单 就是说 控制国家权力的 应该是由 哲学家 掌握了 理念的哲学家来充当 然后呢 他认为这个国家呢 是由人构成吧 而国家就是一个 放大的个人 个人就是一个 缩小的国家 因此呢 他说我们首先 从飞行个人开始 也就是说 柏拉图的政治学 是建立在 他的伦理学的基础 是吧 所以我们讲到 他本体论 讲到他认识论 然后我们说 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 是一脉相承的 是连在一块 他的国家 作为一个放大的个人 个人作为一个 缩小的国家 实际上恰恰是把 伦理学和政治学 沟通 是吧 因为研究个人 是伦理的问题 研究国家 是政治的问题 是吧 所以他竟然把国家 和个人看着 只不过是一个 缩小和放大的关系 那么从他的伦理学 就引申出 他的政治学 那么柏拉图的伦理学 在图里 个人的时候 他是怎么谈 他是什么观念呢 他认为 我们每个人 灵魂是由三个部分构成 肉体就不谈了 肉体是因为我们 堕落的一个违境 是吧 那我们就不谈了 那么灵魂 是由三个部分构成 这三个部分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是理性 意志 和欲望 是吧 理性 意志 和欲望 那么理性呢 他是干嘛呢 他 理性呢 当然我们说是最高的东西 然后是意志和欲望 那么每一个部分呢 都有他实现的一个目标 那么这三个部分 各自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就各自达到了自己的真理 那么理性的目标是什么呢 理性的目标就是要成为 就成为智慧 因为理性就得找回理念 就得去认识这些东西 那么认识的东西 当然你就成为有智慧了 所以理性的目标就是智慧 意志呢 这种成分 他的目标是什么呢 就是勇敢 意志就要表现为勇敢 这个勇敢当然 不光是说在战场上 事实如归啊 同时还表现为在 与这个 为人处事 与人打交道方面 表现自己有主见 有意志坚强 等等等等 是吧 这一切的广义的勇敢 而呢 欲望呢 是个坏东西 所以呢 但是他又是我们灵魂中的一个 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 因此对欲望呢 巴拉图认为 那他的美德就是节制 节制 因此巴拉图认为 理性 意志 欲望 三个部分 灵魂三个部分 各有其美德 各自都有他的美德 就是他要追求的一个方向 就是他要有美德 那么当理性掌握了智慧 理性就实现了他的美德 当意志掌握 意志表现的勇敢 那么意志也就实现了他的美德 而当欲望得到了节制 就是要节制欲望 那么 欲望也就实现了他的美德 这三个部分 就是我们灵魂的三个部分 分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